美国近来对华措施是一波接一波 先是制裁四名新疆酷吏 后又对Tita和微信颁布45天的禁令 再对涉及香港国安法的11名中港官员进行制裁 中共很被动 你这边狂摇橄榄枝含琴默默的说 但美国那边一句话不说 一个劲儿抽你的耳光 尴尬吧 中共再不拿点狠气来 这脸往哪里割呀 8月12日大早 香港警方根据北京的命令 抓捕了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和前重制核心成员周庭等十人 被捕人员还包括黎智英的两个儿子 四名一传媒高层 和前学民思潮成员李宗泽 以及团体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 警方表示黎智英涉嫌触犯了国安法 包括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串谋欺诈和煽动罪 香港警方派遣约200人 搜查了一传媒集团的总部 今年71岁的黎智英 在1990年开始创办一传媒集团 旗下报章包括苹果日报和一周刊等 他与李住民等人被中共封为 霍港四人帮之一 他在去年反送中示威中多次现身抗议现场 并曾经到美国获得副总理彭斯的接见 他当时公开表示希望外国政府制裁中国 他今年5月接受BBC访问时指出 国安法一旦被强制执行 便是香港的末日 会摧毁香港的法治与自由 但令人不解的是 李子英被捕消息传出 一传媒却因祸得福 股价不跌反涨 最高涨幅竟成达到344.44% 原因是众多香港人得知李子英被捕消息后 纷纷买进一传媒股票 他们用股票表达对中共白色恐怖的愤怒 和对自由的热爱 与香港风声鹤唳不同 台湾倒是很喜气 8月9日 美国卫生级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率谈抵达台湾 阿扎尔是六年来首次访问台湾的美国现任部长 也是自美台1979年断交以来访问台湾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 十二上午阿扎尔与蔡英文会面时强调 他要借此传达川普总统对台湾的强力友谊和支持 他说此次台湾防疫成就 堪称是全球最成功的表率之一 彰显了台湾透明公开与民主本质的价值所在 阿扎尔十二下午将赴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控所与卫福部长陈时中 共同出席卫生合作备忘录签署一事 十一月下午将到台大公卫学院发表演讲 十二将调研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比较香港与台湾冰火两重天 我们不有感慨 相信中共一国两制的香港现在是戚风苦雨 不相信一国两制的台湾却春意盎然 成为中国自由民主的灯塔 1948年国民党要员陈立夫曾对杜鲁门总统告诫说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信用 说了话不算数 所以要对他们心诚戒心 不能以理我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们 否则一定会上当 可谓一语成诚 说了香港与台湾的苦与乐之后 我们再说说北戴河会议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中共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 中共隐瞒新冠疫情 祸害世界 引发全球抗议追责 北京港版国安法 引来国际谴责和制裁 休斯敦总领事馆被关闭 美国国务卿等高官先后发表对中共讨伐席文 中印边界冲突 南海形势紧张 国内病毒疫情未散 南方洪水泛滥 经济一蹶不整 高层内斗加剧 中共元老一看大势已去 说什么呢 也已经晚了 习近平也不想听他们唠叨 今年的会议也就这么草草收场 不欢而散 有传闻说元老们分手时 神情悲戚宛如绝别 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局 习近平也很消极 想当初十九大上豪情万丈必天高 雄鹰展翅冲云霄 怎么就这么快走上了华容道呢 于是一个独主义又庸上了心头 打台湾 振奋士气 清除意见反败为胜 有朋友说 这习近平想什么 你老张如何晓得 我的回答是分析判断得出 统一台湾 带上中国统一之父的桂冠 是习近平最大的心愿 2019年年初 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四十周年之际 习在讲话中说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 是影响两岸关系 行文致远的总根子 总不能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吧 其击破的心情呢 一欲言表 四月份在中国航母辽宁舰出海往南行之际 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表文章 丢掉幻想 准备打仗 火箭军退休研究员 中国核战略专家杨成军 在他的文章中详细认述了 关于武统的诸多细节问题 其中武统台湾的六项触发条件 中国国台办旗下官网 中国台湾网刊发了上述文章 引发关注 杨成军更为具体的指出了 武统台湾的六项触发条件 包括一台湾当局公然宣布独立时 二台当局组织独立公投 使国家面临分裂时 三台岛有外军部署时 四台湾重启核武器研发 五台军使用军事手段攻击大陆时 六岛内发生大规模动乱时 杨成军称 只要出现以上任意情况 北京都会迅速决断 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不过上述六个条件 还不足以开阔反分裂法的起义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明确规定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的方式 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就是说 在和平统一没有希望的时候 可以武统台湾 什么时候中共会认为 没有和平统一的希望呢 我认为现在的情形 就很相似 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使香港人与大陆分道扬镳 也使台湾能下决心 不上中共的贼船 国际上 台湾与美国越走越近 台湾旅行法 台北法案相继生效 军售不但扩大 蔡英文 赖清德登陆美国 阿扎尔到台湾访问 习近平想成为统一之父 但统一台湾的可理性 却越来越渺茫了 今年2月 中国海军一支远洋舰队 到达中土岛 以南海域演习 建制珍珠港 这是太平洋战争 过去60多年之后 第一次外国舰队 来到中土岛 展开演练 中国官媒甚至透露了 这次演练的目的 南方战区的任务是 祖元及迂回子大洋众生 与北部战区祖元会合 形成合力 保证台海战场 不被外军介入 2月9日至10日 解放军24小时内 连续派出轰六 及歼11等军机执行 远海长航训练 老台湾岛域飞行 并于时尔短暂 预约了海峡中线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称 解放军军机老台 是警告和打击台独 防止台美勾结的新动作 奉劝民进党当局 不要亡火 官媒《环球时报》称 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并不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战力 我们派出军舰和军机去老行台海 目的就是要锁定台独分子 中共真的要对台湾动手了吗 我认为中共统一台湾是既定的政策 这一点从没有改变过 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也早有备选的方案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目前世界新冠疫情严重 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沦陷 现在发动战争 美国势必自顾不暇 如此分析 似乎目前极有可能发生台海战争 但我的态度却是否定的 理由如下 一是目前台湾疫情控制良好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蔓延 死亡率低 其经验了可供世界借鉴 也就是说疫情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并不大 美国尽管处于疫情期 也有航空母舰军能感染 但人数有限 并不影响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 7月4日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地区举行演习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华盛顿自2014年以来第一次派出两艘航母在南海举行军演 7月5日美国太平洋空军网站发布消息称 一架B-52H战略轰炸机从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起飞 先参加双航母战斗群在南海的演习 然后飞抵关岛 飞行时间总共持续了28个小时 第九十六远程轰炸机中队指挥官克里斯托弗达夫中校称 这次行动表明美国军机有从基地出发 可以飞到世界任何地方的能力 以及我们能从前沿阵地的战斗损失中快速恢复 并继续行动的能力 蓬佩奥公开声称 中国在南海的权力申诉完全不合法 美国对中国军事打击台湾不会袖手旁观 二是中国经济着惊见走 新冠疫情下中国相当多的中小企业难以生成 失业潮正在席卷中国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 以及巨大的债务危机 想巨大的灰溪流就蹲在那里 虎视眈眈 目前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币 一旦中共发动台海战争 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是中国海军尽管军舰增加训模 战斗力明显提升 但军队的实战能力并不强 一旦发动战争是否打得赢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中国鹰派桥梁上将罕见的发文台湾问题 攸关国运不可轻率 在两岸引发热意 陈宇仁合著超限战的 5月4日接受了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 他说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决台独势力 而是先解决中美实力比较 乔梁称困境之一是美军具有干预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 他判断台海之战一旦爆发 美军应不是直接对陆开战 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大陆 特别是利用其海空优势 掐弹大陆的海上生命线 使大陆制造业所需的人员无法输入 所产的商品无法输出 同时通过纽约伦敦两大金融中心 掐弹大陆的资本链 困境之二是台海一旦开战 资金会全部撤空 企业也会全部关门 人员全部失业的孤岛将让我们 租多少资金去重整其经济 投入多少能力去管理其社会 如此这将是多大的代价 多高的成本 这个代价和成本难道不拖累 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吗 乔梁作为鹰派专家 常把武统台湾挂在嘴上 但他心里明白中共的真实军力 所以用复兴大业规劝习近平 世界大一当前 中国贸然发动战争 没有正当性将被国际社会孤立 鉴于中国的军事威胁 语而俱增 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康维尔指出 美国正在检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 以确保有足够的火力与兵力 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其中包括成立全方位联合作战部队 香港军事观察家宋忠平指出 美军转型计划都是川普政府 为了应对中国威胁的印太战略部署 美军希望通过一套强大的联合作战系统 整合陆地 空中 海上和太空的火力部署 以强化其打击能力 目标是阻绝东海和南海的所有通道 并和区域盟友合作 阻止中国海军舰队突破第一岛链 综上所述 中共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步步紧逼 战略核为下 仓促应对 进退失聚 一边狂摇橄榄枝委曲求全 一边欺骗大陆民众 显示其强硬与自信 港版国安法是压倒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共抓捕黎智英 周庭等民主人士 显示出他的落落 习近平一直想攻打台湾 成就统一致富的公民 但香港人打碎了他的玫瑰末 习近平有个优点 就是懒得装 我是流氓 我怕谁 成功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看清了中共的真实嘴脸 所以说习近平不仅是中共败亡的加速师 而且是西方忠实的吹哨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том will ya